谢谢二位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故事 你们是02年交往 07年结婚 其实在一起有15个年头了 我跟我太太是01年交往 我们08年结婚 你们的女儿八岁 我女儿六岁 我们好像 超级超级像 我没有办法按照刚才老婆的意思 想要得到什么明确的答案 我想说说我这16年来的爱情的经历 做分享 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爱情本身 尤其是经过了第一个七年之后 进入 非常自然地会进入一个 疲态 一个平台期 一个甚至是有点乏味 枯燥 这个我必须要承认 八岁的女儿 多可爱 多天真 其实我们俩特别特别像 你每天基本上 凌晨一两点回家 我有的时候可能会更晚一点 两三点回家 当然我太太抱着小朋友已经睡了 但是每次当我偶尔回来早的时候 我特别期待 就是我把钥匙打开门的一瞬间 我女儿看到我回来了 就冲过来了 我每一次开门 她的加速度会越来越快 每次都比上次快 她一定要把我撞倒 我就抱着她啃 咬 亲 完了之后她又抱着我啃 咬着亲 这个时候接下来我老婆在旁边站着 就很微笑地看着我跟我女儿互动 那我也很下意识地过去抱抱我老婆 亲她一下 以上的过程基本上会在三分钟以里搞定 但是这三分钟以里是我只要有机会早回家 我都觉得是我完全放弃外面所有的应酬啊 会议啊 谈判啊都值得的 我特别享受那一刻 这是第一个我想分享我的感受 第二个我想分享我的感受就是 因为我现在也是创业期 男人肯定最开始的创业动机都是为家庭 为自己的爱人和孩子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家庭 孩子 女人 这一切都是你的 你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 当年在你最落魄的时候 在你身边这么一个女人 死心塌地地陪着你 其实无论你将来多成功 你就要经常地问自己一个问题 在我最落魄的时候 当年陪着我的那个女人 现在她过得还好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想跟老婆说的 我没有太多的经验 也没有正确的模板 答案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第一个女人不能太强势 第二个要打消男人在外面 尤其是在外面打拼男人的 所有的后顾之忧 更多的要温柔 更多的要通过一些计划 规划 而不是对抗 用正面的方式去吸引她多回家 男人有钱了 应酬就自然会多了 但是不管外面怎么多 你要用你的实际行动 吸引她回家 而不是强迫她回家 同甘 共苦过 有基础 对不对 认识了三十多年 有什么解解不开的呢 所以好好聊 好好沟通 好吗 加油 加油 谢谢 好 谢谢 来听听沙老师怎么说 先生 我想跟你说的一点是 你现在这么拼搏 这么费劲地去创业 把你的所有身心都投入到你的事业当中 为的是什么 你为的是你的家人能过得上更好更幸福的日子 可是当你创业成功了回过头看 家散了 你觉得你今天一切的努力还有意义吗 我想你肯定有的时候会觉得你的妻子捕风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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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